刑事局除暴特勤隊 鶴槍實彈全副武裝 從機場押解嫌犯 慈毫不敢大意 除了將歹徒上銬 還徹底搜宣 原來十年來 全台最大宗的走私軍火案 隱身幕後的范賢 在新國陸網 傍晚待返台灣 走在前面的是 30歲的主席廖偉昌 是竹聯邦紅人會板橋分會長 後面的小弟 是22歲的曾孟漢 兩人千科累累 第一時間被押回刑事局訊問 上個月底 警方在基隆港 查獲這起軍火走私案 現場搜出109把槍械 各式子彈 一萬兩千多顆 數量相當驚人 但當時落網的男子背景單純 警方懷疑背後另有主謀 果然進一步調查發現 料性跟真性主協 看到夾長槍彈的海運貨櫃抵台後 就先搭機出進澳門 原地5號回台 但事蹟敗漏先逃到馬來西亞 再進入新加坡 行事局立刻協請新國警方 以違法拘留 驅逐出境順利歹人 所謂的驅逐出境的方式 由台灣警方接手繼續偵辦 走私的槍械非常的強大 一旦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 恐將影響社會治安 但專案小組研判六姓祖賢 不可能由此本事籌劃整起軍火案 懷疑還有幕後藏鏡人 將巡線追捕新北市板橋市案的 林姓男子及同居女友 不讓背後主謀逍遙法外 接著台北市綜合播的